大家好,春季是幸福树快速生长的一个时期 在现在它的新知新芽都会长得很快 那么我们在现在养幸福树记住四个要点就能够让它 生长的速度再翻上一翻不止 而且打顶之后的生长速度也会更快 第一个,养幸福树的时候一定要增加空气的湿度 就算春天的气息比较潮湿 也要经常拿喷壶往汁液上面喷洒一些水物 和它的盆土要保持一个微润的环境 对于幸福树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 能够促进它新知新芽的生长 第二个,老残的叶片要清理 这种叶片会拖累整个植株的生长 会吸收这个植株大量的养分 所以我们在发现幸福树长了非常多 这种老叶片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的把它们清理掉 不要让它们拖慢整个植株的生长 第三个,给它多补充一些光照 幸福树虽然是一个比较喜欢阴凉环境的植物 但是春季的光照还是比较柔和的 我们可以把幸福树挪到阳光下面去晒一晒 增加它的光合作用 也能够让它的光合产物更多 那么它这些新知新芽生长的速度就会更快了 所以春天幸福树晒一晒 太阳是非常有好处的 第四个,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肥 幸福树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 而且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我们在盆里面一定要给它多加一些这种粪肥 这种干羊粪就非常的不错 能够让幸福树长期的吸收到 不过除了干养分之外 在现在还要定期给它补上几次 这种促进生长型的营养液 它里面的淡素含量会比较多一些 能够促进这种新减脂的幸福树 快速的进行生长 如果你家也养了幸福树 想要它生长得更旺盛更翠绿的话 一定要抓住这一段时间 把这四点做好 让它尽情的生长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